警方封鎖彩虹站出口 出口地面流有血跡 警員在附近地面檢獲一把接刀 港鐵彩虹站星期二晚發生傷人案 一位青年在近A2出口位置 被一位中年男子持刀襲擊 青年的頭部和背部受傷 C閘的男子就懷疑被接刀割傷手指 警方接步到場即場制服施雜男子 兩人清醒被送往聯合醫院治理 據了解兩人並不相識 青年當時和女朋友在彩虹A2出口 對開的小巴站等車 一位中年男子在那個位置吸煙 不過位置就屬於非吸煙區 青年勸指對方不果 雙方就發生爭執 期間中年男子拿出5吋的接刀襲擊青年 警方調查就說48歲姓中的男子 同22歲姓張的男子 在港鐵站A2出口對開懷 而因爲鑰匙問題爭執 兩人涉嫌在公眾地方打鬥被捕 姓中的男子同時涉嫌傷人 案件交由甚無平警區 刑事調查隊第三隊跟進 受事件影響彩虹站A2出入口一度關閉 警方調查隊 警方調查隊